大家好 我们知道早年的客家人到海外 第一个会去的地方就是东南亚 为什么因为距离比较近 那同样是东南亚 那么多国家中呢 哪个国家客家人最多呢 您知道吗 要不要猜一猜 我给你三秒钟 一二三 答案是印度尼西亚 印尼 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很奇怪 但是我个人是不觉得很奇怪 因为我的母亲呢 就是印尼的客家华侨 我外公呢 他当年是在印尼苏门达纳 是做的是石油工人 那后来1960年前后呢 印尼发生大规模的排华 那我外公外婆呢 就带着一大家子人呢 到台湾 那由于我妈妈跟我爸爸是 广东交流的小同乡 所以近人介绍呢 就认识结婚 才由我走在这个地方 因此啊 如果说印尼啊 是东南亚华人最多的国家 我真的一点都不奇怪 那我小时候住的眷村邻居 夏妈妈呢 她也是来自于印尼的客家华侨 那她本身是住在雅加达的 那果然啊 有海水之处 就有华人 有华人之处呢 就有客家人 那今天我们来聊聊 印尼的客家人 印尼住有千岛之国的美誉 根据现有的资料呢 人口有1亿3000多万人 其中啊 华人约600万人 客家人约占20% 120万人左右 印尼客家人分布的地区很广 主要居住地是早挖的雅加达 三宝龙 四水 万龙 苏门达那的战碑 巨港 也就是我妈妈的故乡 还有棉兰 婆罗州的昆殿 三口羊 苏拉威西的孟家席 摩路加群岛的安问 邦家 物理洞 以及地问岛东部 客家人在印尼城镇 普遍以经商为主 其中以杂货 烟酒 皮鞋 首饰 缝衣 药材等最多 此外呢 在乡村及种植场里 则以种植塑胶 椰子 烟草 比较多 而物理洞 及邦家的客家华人呢 则多以开采习矿为主 印尼华侨华人 在当地有深远影响 而且在全世界引人瞩目 被称为华侨在海外一大创举的 是梅州籍客家人 罗芳伯 在加里曼丹 于18世纪中叶 创建的蓝芳公司 是规模最大 管理最远 时间最长的 从事采矿业等方面的 组织管理机构 这也就是 南方共和国 我们节目之前 有一起专门讲到 南方共和国 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找出来看 西加里曼丹岛岛 就称西婆罗州 其中一个叫百富院的小镇 有一座桥呢 是两种客家化的分水岭 很有趣哦 靠昆殿寺的这边呢 是讲昆殿寺的 梅县等地的客家化 靠三口阳寺的这边 至三发县等 都讲陆丰人的客家化 昆殿寺是西加里曼丹岛的首府 卡江以东是老布头 卡江以西是新布头 分为两个地区 而老布头几乎全讲 潮州话 就连客家人也不例外 相反的 在新布头所听到的客家化 都是昆殿寺的 离开昆殿啊 沿卡江而上 几百公里长的两岸 有大小十几个城市 居住在这一带的华人 大概90%都是客家人 都讲昆殿寺的客家化 这些客家人 足足备备 世世代代在这里土生土长 但还能一直保留着 自己祖籍的母语 实在难能可贵 住在城市里的客家人 都从商做生意 经营土产出口 开杂货店 金铺 鞋业 销五金尖 建筑原料等 而住在乡村的客家人 则以物农 割橡胶 管理野子园为主 邦家物理洞岛 也是客家人密集的地区 邦家的客家人 讲的是陆丰客家化 与三口阳市的陆丰客家化 完全相同 虽然其中因地区不同 有极小部分的差异 而物理洞的客家化 也与昆殿的客家化相似 在绵兰市呢 也有不少的客家人 可是却听不到 有人讲客家话 原来啊 当地的客家人 都跟着福建人 讲敏兰话 这和台湾的客家人 现在也有很多 讲敏兰话 非常非常之相似 而在苏门达那 北边的雅琪地区呢 却又不同 这里的客家人居多 来自福建 讲敏兰话的人 也跟着讲客家话 很有趣吧 找阿岛是印尼人口 最密集的地区 这里也有不少客家人 祖籍都在梅县 大浦 焦礼 永定 惠阳 和上航等地 从中国来的客家人呢 至今仍能讲一口 流利的客家化 可是啊 两代或三代以上 土生土长的客家后代 大多数只能讲 当地的印尼话了 有点像加拿大 二三代的华语 有很多也无法讲他的母语一样 开头提到我妈妈是1960年前后印尼排华运动时到台湾的事实上呢那是排华运动的影响不小 在从1966年到2000年的30多年里 印尼政府关闭了所有的华文学校 喊明文规定 所有华文书刊都不准进口 所以现在30、40岁的华人都不懂中文 5、60岁的中老年人 大多数还受过华文教育 还能看华文 讲华语 直到2000年初 印尼通过总统第六号决定书 撤销了对印尼华人的宗教、信仰、风俗及习惯的禁令 因此印尼的中华文化才能逐步复苏 在印尼的克署社团纷纷恢复活动 并且新成立了亚加达克署工会 克署联谊总会等众多克署社团 还多次邀请龙爷、梅州等地的三个剧团 汉剧团等文化团体前往演出 一个叫汤顺利的印尼客家人 他曾在一次访问中提到 为什么印尼那么多客家人 汤顺利他本人出生于人口一半为 客家华语族群的印尼邦加岛 他本身是作家 德国素是印尼的文学奖 从汤顺利的家乡邦加岛的情况 可以反映出印尼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客家人 邦加岛有30%到50%的人口都是客家华人 他们的岛上主要产席矿 所以当年去到那边的华人 几乎全部都是挖矿的工人 早期客家人到印尼不算移民 而是移工 他们离开中国主要是到东南亚 找工作讨生活 很多人来到邦加岛 都是帮荷兰人采矿 这中间还有个角色是仲介 所以他们其实每个月的薪水 都要被仲介抽成 很多人可能非常辛苦的工作了很长一段时间 但最后呢 却只买得起回家的船票 买不起的人呢 就只能继续工作 因此时间越拉越长 最后才在当地落户 开始做一些买卖 后来华人跟当地的马来亚人呢 或原住民已经共同生活一段很长的时间 所以可以看到他们身上穿的 其实是当地的染布或花布 经历过1960年代 苏加诺总统排华之后 1980年代 印尼已经是独裁统治后期 政权相对低落 为了笼络华裔呢 于是开放政策 所以很多华人呢 都在1980年代 规划成印尼国籍 在邦加某些区域 完全是客家人的世界 可是不只有客家 那边也有福建人 也有广东人 什么样的人都有 也就是有讲闽南语的 或是讲粤语的 但因为客家人占多数 所以这些人呢 全部都会客家化 因为你不用客家化 就不能沟通了 也就是说啊 除了印尼语跟马来语 这个地区的通用语言 就是客家化 连很多原住民也讲客家化 虽然1980年代开始 华人规划 拿到印尼国籍的越来越多 但处境啊 并没有变得比较好一点 1958年2月 也就是印尼国父 苏加诺担任总统后的第八年 苏梦达纳发生革命 印尼政府逮捕了 亲中华民国的侨领十人 后来各地政府响应 前后拘捕了50个侨领 最早逮捕的十人 被称为石斗士 包括有承认中国国民党秘书长的马树李 不过马树李是江苏人 另外还有担任中华商报社长 中山中学校长的李建民 李建民是先祖从甘肃 移治广东的客家人 另一个被捕的客家人 是我要叫太叔公的 叫徐居清 他到台湾后呢 徐居清承认侨委会的处长 后来移民温哥华 于1998年在温哥华过世 印尼的华人不管是不是客家人 可说一直都是在排华运动的夹缝中生存的 除了要生活还要避免在反华运动中被打 砸抢甚至连命都没有 所以说1980年代后 规划印尼的华人处境没有比较好 距离现在最近的一次排华运动 就是被称为黑色五月风暴的 1998年排华事件 超过1000人死于这场暴乱 大部分华人被烧死在商业区和超级市场 也有一部分被当场打死或遭到枪杀 一位政府官员表示 黑色五月风暴总计回准了 2479间商业建筑 1026间民房 1604间商店 384间私人办公室 65间银行 45间工厂 40间大型购物中心 13间市场和12间别墅 华人妇女被强暴的数量难以统计 差不多有1200名华人被屠杀 其实不管是客家人或非客家人的华人 在印尼生活都不容易 但也正是因为这样 有着先贤先辈的心酸和努力来避孕 才有后辈的幸福和成功 今天也借着这个节目向先贤先辈致敬 今天我们聊到这边 如果对我们的节目感到有兴趣的话 请记得按订阅 点赞 同时呢 节目最后 我们请大家来欣赏一段 印尼邦家的客家歌 大家来听听 跟其他地方的客家歌 有什么不同 蛮好听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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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